多謝各位來思考 昨天陳教授給了一個很精彩的演講 看到我們每個人都知道 有這麼多不同的天線的用處 我們這次講的有一點不同 因為我們講的中國探疫工程 實在這個想機支援系統已經是很多年前 這次為什麼我們拿回來講呢 因為以前我們一直講的挑戰之類 實在除了挑戰之外 我們很少講到我們研發的過程是怎樣的 有很多人問究竟我們研發過一件事上天 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是很特別的 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老實說 在這個東南亞 沒有一間大學 是有一件事上天的 我說不是去衛星那些 而是去心胸探測 實在我們現在做的相機指向系統 有一個在月球的正面 有一個在月球的背面 所以我們希望這次讓你們知道一下 怎樣才可以研究一件事 去到月球的表面 實在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研究 然後很多時候就是我們做了一件事出來 然後試一下行不行 不行再改 但是你可以去心胸探測 你會看到做了一件事出來 只有一次機會給你們 而且你不知道去到那裡的環境是怎樣的 而你只是從想像去看 從想像去看 怎樣我們可以做多一件事 第一次飛 是完美的 完全沒有問題 可以去到那裡 是有效的 在這方面 實在不是說我們做了一件事出來 放上去試一下行不行 沒有機會可以試的 那樣子就是我們一直落 當然就是你做一件事 尤其是一件工程的熱器 就不是說某一個方面的技術 你可以用得到的 因為就是你如果要一件熱器 它實在包括就是你要做精密計算 你要首先要明白自然科學 譬如月球的表面是怎樣 海空是怎樣 火箭起飛的時候是怎樣 也要做很多電子機械的設計 所以不是說某一件事可以做出來 我們很快地這樣 我們實在 這個 我們理大就是 由2003年就開始參與 一直就是 先先幫這個 狗仔堂股署 跟著俄羅斯 跟著延州支回來 幫這個 我們國家 研發這個行天熱器 不僅僅在月球的表面 有儀器在火星的表面 以及為國家 在月球取向反悔 是有貢獻的 那套表取是我們做的 所以不是很多香港的年輕人知道這件事 這樣 我們說回背景 昨天我說的是2003年 實在是 你要知道 一個深胸探測的 mission 不是說一、兩年做到的 它從計劃到真的飛 可能到十年 所以我們說 我們2003年有東西飛 實在是之前十年我們已經在做 實在我們 我沒有提到 我們去 比如俄羅斯的太空站 我們也有東西去的 就是1995年去俄羅斯的太空站 所以實在是很多年前 差不多就是90年代初 我們開始已經參與了 究竟這兩件儀器在哪裏 很多人都… 我試過去一間中學參觀 他介紹我們 我們也有儀器在上面 我問他在哪裏 他自己有這張照片 我說你知不知道哪一件儀器是我們做的 他基本上也不知道 原來 我們實際 你看到我們這個相機指向系統 基本上就是在 著陸器的頂部 這支東西是 這是什麼照片 這是什麼照片 這個就是那個月球車 拍攝回頭 拍攝到這個著陸器的照片 所以這張照片是在月球的表面拍攝的 一張就在月球的正面拍攝 一張就在月球的背面拍攝 變成了兩件儀器 你也看到很清楚 我們的儀器在這裏 就是這個頂部 實際上你看到 在很多電視上 你看到的相片 都是由我們那個 這個相機指向系統 支持的相機拍攝回來 這個就是上學3號 這個上學4號 在月球面拍攝回來的 360度的相片 有什麼用呢 實在 這個我們只是給你看 實在真正用 就是一個360度的三位模型 為什麼它可以做呢 因為它不同的角度 轉的時候 你看到這裏和這裏 這邊的角和這邊的角體 你可以做一個三位模型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講講它的 這個 這個 那個 工作範圍 溫度 它 可以 左右旋轉 撫養 浮濕度 這樣 這個就是 以及 準確度 好 實在 實在 這支 你會看到 基本上 它就是 不是這樣 動在這裏 它是 發射的時候 是躺在這裏 躺在這裏 這個就是 好像枕頭一樣 放在這裏 鎖在這裏 因為 這個發射的時候 震動得很厲害 所以 它在鎖 用什麼 用爆炸螺絲 真的找 我們說 火藥 來爆炸 來切斷 那個 鎖的螺絲 然後釋放 所以 要承受很大的衝力 剛才我說 我們在這裏 就不是 講的挑戰 我們看看 究竟 就是 我們這個 緩發的過程是怎樣 你們可以看到 就是 我們怎樣能夠做了一件事 第一次去到 不知道情況的環境裏面 能夠第一次可以很成功地運作 這是一個研發和品質控制的過程 首先 我們研發 唐天儀器 我們首先 就是要了解這個任務的環境 以及那個任務的過程 即是它起飛 經過什麼情況 才去到月面呢 它著陸的時候怎樣 衝擊怎樣 它的過程裡 是會經過什麼地方 還有呢 我們要看很多文件 要了解一下 最少把 uncertainty 減少 你國際之間 你知道那個環境是怎樣的 譬如 我們這裡 我們看到這裡 就是這個 月面的溫度是怎樣的 日頭是幾度 晚上幾度 這樣 還有呢 你看到呢 就是熱面的環境很多方面 譬如這個 熱面的環境 它的重力會低了 那重力低了怎樣呢 對於你那些 這個 啤嶺那些 那些 是有影響的 高真空度 是沒有大氣層的 可能你未必會明白 高真空度 對一個儀器有什麼影響 高真空度 將來你們做這個實驗 你就知道 高真空度 在高真空度的環境之下 有很多事情會不同的 譬如很簡單 你水放在高真空度 變成什麼 會發生 蒸氣 實在 有很多 不要說只是水 水是其中一個 我們很容易看到的東西 但是 有很多實際固體都會這樣 所以 要很小心使用 它也溫測很大 正127度 負173度 你又會問 昨天為什麼你那個 那個溫度沒有那麼極端 你那個儀器的研究 昨天我們所說的 就是工作溫度 就是說你的儀器正在走的時候 但是不走的時候 它要能夠抵手這麼高的溫度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會 你太熱的時候 我會躲一躲 會不走著 這個 這個 譬如這個 夜蜜黑 它溫度很低 那麼我不走的 熬過夜蜜黑再走 還有月塵 震蕩衝擊 飛行的時候 降落時的衝擊 所以我們 昨天也說了 要結合很多尖端的科技 混在一起 去應對這件事 還有我們要做很多計算 要做很多放真 即是說 你要先用數學來放真 你才去設計 做什麼放真 接下來我們會看到 我們怎樣保證這件事 去到馬上第一次合作呢 實在在研發階段 我們分開最少 這個四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 先做一個原理仰相機 原理仰相機 就是用來表達 你的最初的設計 是怎樣 待會我們會看 究竟原理仰相機是怎樣 接著是電性件 電性件 我們要知道 就是它的功能 它跟其他東西的接口 因為你那件事 不僅是你自己的 你怎樣幫人 機械的接口 電的接口 輻射的接口 以及大家會不會有雙充 先解決這些問題 然後電性件 已經開始測試它的能力 然後鑑定件 就是真的去測試 實在 我們說鑑定件 實在不是只有一件事 來做鑑定件 可能是四五樣 為什麼我們做四五樣 就是做四五個 這個養相機 就是用來做不同的測試 因為有些測試 是我們稱為destructive 變成你測死它 你不能測其他東西 譬如你衝擊這樣 或者高低溫這樣 我們稱為摸底 要高低溫要去到多高 多低溫才會死 那你死了 你沒甚麼事 所以鑑定件 就是我們做這件事 那麼研究 沒有問題了 過了 那就要飛行件 真正上去 飛行件 那件 那件 其實那件也是做測試的 但是 就不會測到它死為止 我們看看怎樣 這個品質控制過程是怎樣 實在我們這裡 每一個過程都會跟隨這個過程 每一樣意見 那 開始 昨天就是資料搜集 大家看完所有文獻 大家看看究竟 現在所知道的東西是怎樣 這個空經環節 然後做一個前期的研究 甚麼前期的研究呢 就是你會遇到的情況 你用甚麼手段去解決 我們稱為技術公關 就是最重要的技術 要一直一直解決 全部解決 有了 然後制定的方案 如何設計這件事 能夠解決這些所有問題 然後再生產 才組裝、測試、交款 你別看我們說 跟著生產、組裝、交款 在中間還有評審 就是說你做了前期研究 然後我們要開評審會 就是說你會有四、五十個專家 每個專家在不同的地方 都是很專業的 然後去評審究竟 你這個前期研究 能夠、不能夠照顧所有的問題 先做評審 過了 然後才做這個方案的制定 然後做了方案制定 然後評審 還未開始設計 評審過了 你才開始設計 設計完 然後再評審 然後再生產 生產再評審 再組裝 再評審 我不想說這麼多評審 實際每個評審都很嚴謹 他有不同的專家 逐樣逐樣細節地看 一直去到現初交付 這樣才過了這裡其中一件事 然後這裡又是這樣 評審不過 你叫歸零 歸零 歸零就是 打手板 由頭再做那次 就是說 例如你在這裡 平審不過 就回到這裡 由頭再做那次 如果你的任務是很緊迫的話 就麻煩了 因為我們每一個項目都差不多要幾個月 那整個東西 可能是一年多 我們只是測試半年 所以很緊張 那些人真的睡不著 如果你一歸零 雞飛狗走 我們剛才說 要資料搜集 去哪裡搜集 我們全世界有這麼多個不同的空間 他們有很多公開 你經常去看看 究竟他們有什麼資料 然後再看看 他們用什麼手段去解決 除了這些之外 你還要靠想像力 想想究竟 去到月球 還會有什麼東西可以影響到你呢 然後 看看別人的方法是這樣的 還有什麼我們可以做得更好的 包括熱力學 材料學 機械動力學 潤滑科學 材料減震 和震動力學 我們看看 很簡單地說 我們這裡整個名字 不要 熱控 第一件事我們要做 Thermal Model 你有一件事 我們要看看究竟 這件事 在月球的環境 因為在月球是真空的 你熱的分布是用什麼方法呢 傳導和發射 所以你要看看 你這件事在太陽曬的之下 你的吸收率是多少呢 反射率是多少 還有呢 沒有向太陽 因為沒有向太陽的地方 就是黑色的 如果去到月球 你會望到天上 不是藍色的 而是黑色的 即是你一向沒有太陽的地方 是冷的 你的熱力全部發射出來 所以 除了你的傳導能力之外 你還要用不同的手段 譬如鈍化 陽極氧化 噴白漆 或者我們叫MILI 多層保溫薄膜 這樣的手段 來控制那樣東西的表面反射 吸收等等 以及 要配合太陽照射的角度 你那件事的形狀 你要做到它 向一邊怎樣反射 向另一邊怎樣吸收的方法 你會看到這個 為甚麼這麼古怪的形狀 實在 就是我們有部分 當然有部分是構圖 有部分是因為它裏面的走線 也有很大部分是因為熱控的 因為不同的表面很簡單 待會我們看看 如何不同的熱控 像我所說的 就是吸收率和發射率 會有不同的地方 因為 你也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在不同的角度之下 和不同的表面處理會有不同的效果 例如這裏這樣 這裏斜的 你這樣曬下來 有部分是反射很強的 有部分是吸收非常強的 向下的就是向著地下 但向著地下 實在不是發射力 因為如果有太陽曬著地下的地方 地下已經110度 那它反射 反射相反射的外線 是很強的 但是 那裏面處理會有多少種呢 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 這個 剛才我們所提到的 就是鈍化 鈍化是甚麼 是Cromatical Conversion 这个Cromatical Conversion 就是把表面倒一层Crom在表面上 在研究中 Crom 接着会Oxidize 变成Crom Oxid 另一种要氧化 你看到很多铝窗 铝窗框是用氧极氧化的 用来保护表面 氧极氧化亦有不同的吸收烈和反射烈 另一种就是我们叫做噴白漆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例如屋顶里噴白漆 会反射烈的 有一种白漆 也是用这种氧子 多层薄膜 它多层薄膜是很薄的 只有几AMS厚一块 即是用来反射烈力 然后中间有一层inxam 再一层 它的保溫能力就像真空壺 暖壺中間有一層真空的保溫 但只有一層 這些可以達到三十多層 所以它的保溫能力是很強的 你便會說為何我們要這麼多不同的東西 你看到這裏的Gromantic Conversion和陽極氧化 有兩種不同的吸收能力和反射能力 但另一樣很重要的 就是這東西是導電的 這東西是不導電的 你會說導電和不導電有什麼分別? 分別很大 因為在有些環境之下 你會有月塵 導電的東西 是低了很多的 你不會黏月塵 不導電的東西是會黏月塵的 在冬天你會知道你的手是乾的 你放在金屬上一聲 這就是分別 另外就是我們要選擇在不同的地方 用不同的材料 用不同的材料為甚麼呢? 因為不同的材料的導熱性是不同的 你會看到的 這就是在分別的方法 你會看到金屬上最多的 但是金屬上重的 有些時候 銀也是很高的 但銀不足夠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些材料在导热性上 合适的地方 不只是合适的 还有刚才所说 在真空的环境下 不同的材料会有不同的特性 有些如果低温时会黏在 会有化学作用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 选择一些材料之后 我们要做Fermal Modeling 即是用电脑模拟 究竟在什么角度 在什么环境下 在什么光照之下 它的热力是如何传发 以及它的温度如何 然后除了Fermal Modeling之外 接着我们去看第二件事 我们现在在地球上 你说我们要拼一条线 有什么分别 但是在地球上拼一条线 有很大问题 因为你的东西会移动 你的线会会扭曲 如果在低气压的情况 你会不会裂的 如果你是冤枉得太厉害的话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 要每一条线 我们要知道它最多可以冤枉多少 而且有些材料不能在真空中使用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 知道材料的特性 然后我们要设计的时候 我们要不让它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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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走也要很讲究 究竟在里面走 在外面走 外面走有一个好处 就是有什么坏 你容易换 但是 你在外面走 第一件事 你不能保证它的关曲 第二件事 你没有保护 在里面走 就变成了你要换 很艰难 但是又要好好保护 而且你能够保证它的弯曲道 你会看到我们整个仪器的设计 它为什么会这么古怪呢 就是有部分是因为它要保证线的弯曲道 因为它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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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是有很多方面的影響 機械、材料方面 電機方面和控制方面 所以我們也要看很多方面 譬如機械方面的齒輪著合 看看它是怎樣安裝才可以咬得好 中間的回叉是很少的 也要看看我們究竟表面要怎樣處理 因為表面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齒輪有牽涉兩樣東西 兩樣東西是不同的方向 一個方向就是要齒輪的表面是滑 那它才能咬合得好和走得順 但是如果太滑 你放一些潤滑劑會走 那你要設計到它要能夠把潤滑劑保持在這裡 我們稱為減低排位置 而亦都要走得順 所以這個表面處理的研究是很重要的 實在它的表面有很多就是有些很微細的 很滑但亦都有一些微細的洞 另外一件事就是潤滑劑 我們看看這裡 如果不同的潤滑劑在不同的溫度之下 我們需要用什麼去解決 一般來說 這裡是Kelvin 不是Degree 在400至500Kelvin 即是大約是200多度 以上一般我們都要用固體的潤滑劑 在這個很低的溫度 譬如270多個Kelvin 即是大約是0度左右 以下的 還有很多液體的 都可以去到大約150Kelvin左右 150Kelvin 即是估100度多一點 120度這樣 都可以使用液體的潤滑劑 但是它們的流動性已經低了很多 變成在這方面我們要看看要用這個Solid Lubricant 所以這個潤滑劑也是航天儀器的一個很重要的研究 哪一道地方的溫度會去到… 我們昨天做Thermal Modeling 做Thermal Modeling做什麼呢? 我們也要看看整個儀器的哪一道究竟要用什麼東西? 你說在家裡用固體就用固體 用藥體有什麼特別呢? 問題是固體是固體的 那你怎麼使用固體呢? 那你怎麼使用固體呢? 我們要看我們說的代儀器 我們要看我們說代儀器 但是固體就會脫落 這樣你走到兩個路走掉了 那怎麼辦? 所以我們要看看究竟如果我們這個地方 用固體要脫落的話 這樣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要改一個設計 要使用那個地方的溫度 就會回到可以用液體溫滑劑的範圍裡 所以你不是的話 隨便去下一個算數 那我剛才說過 就是你粗糙的東西會影響互相磨擦 但是太滑的話 尤其是在鼻孔的真空環境 就會有排異的問題 那你真的要研究究竟 你是不是真的在那個設計上 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那也呢 昨天我所說的 就是很普遍的 就是冷汗 在真空和低溫的環境 或者不同的extreme溫度的環境之下 因為金屬就算有很多物料 它們會互相發生化學作用 所以你一定要很清楚 你所用的物料在這個環境上 不會發生化學作用 這個很早以前 以前我們這些人未開始知道這個問題 所以1989年 他就看到原來他天線假打不開 就因為冷汗了 就黏住了 發射了 所以上去之後 去法國黏住了 死了 失敗了 因為不要再去搞搞他 你射上去不行 就失敗了 整個旅程 還有就是物料的膨脹度 我們要知道如何配合 剛才你會看到這個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形狀呢 你會看到這個東西 實際上是很extreme的溫度環境 如果他走著走著 如果發現太熱 他就會休息一下 他會轉到一個地方 自己量一下 然後轉過來 然後再做 如果太冷 他就會休息一下轉過來 先把太陽 然後回來 是做事的 因为它的充满是可以的 实际上我们原本设计也算是可以的 他们说你过不了越野 越野很低温 这个零下180度 但是我们设计出来 我们工作了三、四年 都没有事 另外我们要谈谈摩打 你不要说摩打本身 当然它要能够维持温度 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在控制上 要明白如何才可以 保持摩打 你们未必会觉得 摩打实在不是很愚滑地走 因为它是有几个铺 铺和铺之间 它会继续地走 那如何使用它的圆满走 是有一个控制的方法 即是我们大力一点 给它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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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多一点 因为它一直在改变 而且我们要看看 究竟摩打在真空中 是什么影响到它的寿命 而实际上我们的摩打 我们买回来 我们自己 specify它 用怎样下这个铺铺 它装嵌的时候 所以我们并不是 就这样买摩打用的 我们直接告诉它 因为我们做过研究 告诉它 你装嵌的时候 要在哪里下铺铺 用哪一只铺铺 我们给它 或者specify它 因为摩打影响 很重要的 在控制的准确度 你有开环、闭环 有很多人都说闭环 当然是更准确 不是的 因为闭环 开环是有一个问题的 就是有很多情况之下 开环是没有stability的问题 有稳定度的问题 闭环是有稳定度的问题 因为闭环 有很多时候会震动 所以在这方面 要大家配合 要控制 以及你用的摩打和物料 譬如你知道摩打的特性 你要开环来作行 你要用非线性的摩擦补偿 就像我昨天所说 你走到某地方要大力一点 走到某地方要小力一点 之类的东西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昨天所说的 就是在真空里 水会浮沫 有很多铃铃也会浮沫 有很多 就算是铃铃 或者有些塑膠物料 它会揮发的 我们称之类的 我们称之类的 有些不是说 雀都没有了 但是慢慢慢慢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你慢慢地 你这件事上去 因为你在整个任务里面 你飞多一段时间 你这些东西走出来之后 黏在别人那里 那别人的镜头就收档了 所以也要很小心在这方面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我们要很明白 每一样物料的减震 对震荡的影响 damping 那我们 除了我们要做 温度模特领之外 我们做了出来 就要做 这个vibration 和这个natural frequency 的模特领 我们要知道究竟 哪里用什么材料 可以减低整个东西的震动频率 为什么要减低整个震动频率呢 就是因为 如果你的震动频率是低的 实际不是 是加高它的震动频率 我已经说错了 如果你的震动频率越高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你的震动频率 如果低的话 你的震动频率 就会有很大机会 和整个飞船的震动频率一样 因为非常大的 大的东西当然是震动频率低的 如果一近就很大事了 所以你要越来越高 另外 除了我们用这个物料 来补偿的震动频率之外 也是在压力的地方 我们做了这个分析 用这个电脑模型分析 然后知道哪里震得最厉害 我就在那里掌握它 或者找东西不用掌握它 然后找东西在下面掌握它 已经完成了 你看到我们 实际上震动频率也很高 我们掌握它之后 可以由490Hz 增加到600多Hz 那么你这个飞船很少 震动频率去到这么高 还有我们 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 你这个锁住 那个锁住的机构 究竟要用多大力才能够 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 你有一道地方锁住它 然后用这个爆装螺丝 这个切断它 让它释放 但是锁的时候 究竟要用多大力 因为你太大力 你整个structure会变 太小力 你锁不确 所以这个也是要很小心的 我们锁的时候 是要一直量度来锁 算到准确了 然后就量度来锁 还有呢 我们要 因为你看到 我们是躺在这里 那么它 落到圆面 它会这样弹起的 弹起的时候 那个力度 你要小心的 如果不是的话 你这样一停 下面那里 你上住那些东西 就会咬 那你会影响人家的异器 所以 你不能够做到太大的变形 以及这个冲击给别人移动 这个 经过这个 所有的科学的理论 以及工程的分析 所以我们要认定一个最好的方案 那才开始做事 是的 才开始做详细设计 你不做完这些东西之后 你过不了这个评审 基本上你都不用开始设计 这个要加工 加工 我们在说 就是 这个最后那件东西 我们要在这个 无尘车间里组装 那你就知道 只有一种机会给你 那么 这里就是 所有的这个装寒 我们要记录的 比如 我们每一口螺丝 你扭的时候 究竟扭多大力 要有记录 就是我们拍照 不仅是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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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扭多大力 上一口螺丝 要怎样上呢 就是一件事 就是 我们把螺丝拿出来 放一些螺丝胶 然后把螺丝胶放进去 拍一幅相 然后把螺丝胶放进去 然后放进去 秤一下 究竟你放了多少螺丝胶 秤一下 秤一下 然后再拍照 看如何上去 用一个 摄像 看着 再拍照 每一螺丝都这样做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翻看了 几万张照片 来看看究竟 这个问题在哪里出现 所以这里给你看一下 那些壮丫 为什么要这么贵 这么多时间 然后呢 实际上我刚才没有说到 那些测试 那些 就是这个震荡 冲击 冲击 冲击就不是说 只是机械的冲击 电的冲击 这个 这个 Radiation的冲击 然后呢 你部件 这些测试 因为我们那些 很久的 你知道 要做几个 脂肪 这样放在真空炉里面 做一次 都整个 一两个星期 这样做很多次 然后呢 就是做了你那个 你交去 跟着它 安装了整个 被传又再做过 这些测试 是 是 是 那 那 做完这些 才真的去的 那 装上了 火箭 那 你会看到 就是 那 为什么 我们一次过 上去 下去 就没问题了 实在要经过 这么多 这么多 的程序 实际上 这些程序 有什么用呢 实际上 你如果 在地球 做其他 产品 你如果 能够 这么严谨的程序 你知道 这样做才行 你这样做 你会看到 这个产品的 你的品質 会有很多 那也都 对于产品 那我们实在 这个 亦都 用这些 这样的 这个技术 来发展了很多民用的东西 譬如我们之前有做一个未注册机 它的准确度可以去到micron的级级 现在也很难有另外一个注册机 可以去到这么高的准确度 我们也有研发水管里的维修机械人 这个外科手术的机械人 就是用这个技术放进去 因为外科手术机械人也很重要 因为在肚里面开手术 如果永远死完全坏了 亦定做无人机的沉寓自架控制 如何使得那些无人机的自家控制 能够很信用这些航天的技术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这个航天仪器需要很多ステム的技术 这些技术实在是对普通的产品很有用的 有很多人说,你弄成这样的东西 拿在地上用 但不是的,因为我们不只是弄成那些东西 最重要是他发展了一个技术 用在别的地方,不是拿东西来博人 OK? 多谢各位